黑衣男鬼鬼祟祟在店內走來走去 眼看老闆還在忙 但手機卻望在桌上 一個鍵不上錢 偷了就跑 不過他的犯行早就全被拍下 失血店家晉級報案 三十分鐘後找回手機 但卻已經被倒刷近一萬元 打開商店購買遊戲點數 並將信用卡驗證換成小額支付 預設是關閉 但是如果你那張卡 有幫你的長輩開過 這個小額支付功能的話 就倒是要小心一點 因為在這時候 他的消費條件會變降低到 就是要你的信用電話號碼 跟身分證字號 然後再透過簡訊的驗證 就可以做小額支付的動作 綁定電信支付 就不用信用卡驗證 但手機還是要密碼 會這麼簡單就被破解 全是因為選用老人機型 我爸媽都是用那種簡單的手機 只是主要是撥打電話而已 即使銀髮珠用的建議手機 登入手機商店 還是需要雙重認證 被盜買點數也有可能使密碼太簡單 惹得火 三十分鐘內要消費過 要登入跟消費過 那下次消費就不用輸入帳號密碼 竊賊或許就是看準 老人家對3C產品適用不太了解 才會鎖定老人機犯案 藉此求詐一筆 記者盧一宏 蘇一環 台北報導